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預測香港經濟在今年會進一步擴張 全年實質增長介乎2.5%至3.5% 物價方面,預期本地的成本壓力會隨著經濟復甦而增加 外圍的加價壓力則應進一步緩和 儘管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或者會帶來上行的風險 我們預測今年基本通脹率和整體通脹率分別是1.7%和2.4% 中期而言,香港經濟可以持續穩健發展 雖然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會繼續影響國際資金流動和貿易格局 大多數經濟體在疫情期間大力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也都令到環球經濟和金融系統的脆弱性增加了 但是預期美國和歐元區利率會在未來幾年逐步回落 環球需求應可隨之逐步恢復 更重要的是,國家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將會為香港帶來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未來的議題中,再對手套向的一步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